保军510质量怎么样 亲测数据来说话 9月份马上就要到了 上级F50公司已经确定了 保军510自动党正式发布日期是9月8日 那么保军510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 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关注度呢 伴随着保军510自动党发布日期的临近 我们也好好来评价一下保军510这款车型吧 保军510是今年2月份上市的 作为一款小型SUV 保军510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 以时尚动感的外观和超高的颜值 吸引年轻朋友的关注 接着到7月份 上市仅5个月的保军510就拥有了13万的销量 位列SUV月销量前茅的位置 作为一款严寿SUV保军510有什么亮点呢 保军510的质量怎么样呢 上汽通入50对于市场的洞察力还是相当敏锐的 知道现代年轻人也是SUV重点的消费人群 年轻人喜爱时尚和新鸣 所以保军510的外观设计 十分的动感灵活 不拘一格 加入了不少的池下流行元素 体现了免疫情火力的一面 在灵作的造型当中也有精巧的设计 使得不少人都为之赞叹 为了提升保军510的质量和燃油经济 保军510搭载了1.5升发动机 增强了动力减少耗油 在即将推出的保军510自动挡上面 则有上汽通入50联合日本爱信耗时三年 共同开发的变速箱 符合国人的驾驶习惯 相信会带来新的驾驶体验 而保军510自动挡 还会配上博士9.0ESB车身稳定系统 加监测及定速巡航等配置 极大的提升了保军510的质量和安全性 为不少新手驾驶者 带来更加安心的驾驶感受